在漲碗上一路狂奔 Ending pose用力一跳 彷彿闖關遊戲 大家玩High了 一早沙灘 湧現人潮 周邊停車場 全被機車塞爆 暑假開始 第一個週末 東流線人潮滿滿 全部擠進小琉球的結果就是 中午餐廳一位難求 怎麼吃飯都那麼難找 找了五六間都是人 怎麼會這樣子 找不到地方吃飯 最多要等多久 半個小時左右 好幾家餐廳客滿 顧客只能站在門口等 小琉球暑假第一天 七月一日單日 就有近萬人登到 民宿訂房已經滿到八月底 夏季旺季 我們知道這邊很旺 大家都會來玩 所以我們 大概1.5個月到兩個月 其實一直到八月底 我們民宿至少都有 將近快八成滿 來旅遊度假 玩水上設施的人多 萬象也變多 眼言向月不想戴安全帽 就會看見警察在樹蔭下 對你招招手 一次還抓到好幾人 三個小時取締46件違規 其中沒戴安全帽 就佔八成 鏡頭轉到宜蘭 暑假週末 遊客開心搭著賞金船 前往龜山島 突然看見大面積落石崩塌 黃色塵土飛揚 明明沒風也沒地震 龜山島 黃底黃 這樣子也沒有地震也沒有風也沒有 人子有什麼天氣這麼好 好像很快就會不會消失 刀蘭員解釋 這屬於自然風化現象 龜山島的龜首大多是火山碎蟹炎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崩塌 這次是比較大規模的落石 驚險場景就在眼前上演 也算可遇不可求 TVBS新聞吳宗勳檢大成 屏東宜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